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下午的新闻宿地,我是小兰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有哪些要闻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接见了西藏的达拉拉玛 并表示会支持保存西藏特有的宗教传统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就表示了 达拉是长期披着宗教外衣从事反华分裂的政治流亡者 陆康指出达拉鼓吹的所谓中间道路 实际上是西藏独立 任何人,特别是美国领导人会见达拉 都是违背了美方不支持西藏独立 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严肃承诺 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陆康敦促美方是停止利用西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停止做任何有可能会影响中美合作大局的事情 他又说西藏解放至今 社会经济发展都有长远的一个进步 这是任何不带有政治偏见 不抱有用心的人都无法否认的事实 上海迪士尼开幕之后的第一次全日营运 当中就有三个设施暂停开放 引起了游客的一个鼓噪 乐园路口处就告示牌宣布七个小矮人跨山车 雷鸣山漂流以及绳索挑战道暂停开放 又暂停操作的景点指示牌显示等候虚实75分钟 但同时又疏散排队入场人士 排在门口的游客非常不满职员解释 要求见负责人以及退回入场券费用 游客批评中国的管理水平不足 无论听取意见 流程安排甚至停车场都管理不好 认为迪士尼是来骗钱做得太差 他宁愿去日本那个 乐园昨天开幕全天下雨 但是今天烈日当空 游游客就表示了就算排队领取快速通道证 都要排一个多小时 带着小朋友就更加辛苦 七个小矮人跨山车昨天开幕日也是一度的故障暂停 七名警员涉嫌是殴打增建超案 今天继续审案 控方完成暗中案的举证 案件压迫至下周二 控辩双方将就暗中案的诚词控诉 警员科警长科长是李忠良 今天较早时的做工说 前年10月28号 他与同僚到中区警署 就增建超向警员做投诉的案件 取得了调查的材料 李忠良就说了 特别是留意警署的闭露电视系统 希望找出增建超出现的片段 并在报案室内观看闭露电视的系统的画面 看到12个镜头的影像 但其中一个镜头失灵 只有蓝色画面 但当他当日并没有查问 争取全民退休保障联席发起星期天 在中环折打到集会 再游行至特首办 警方早前发出了不反对通知书 但是提出数条替代的路线 包括是将终点由特首办改为天马公园 联席提出上诉 在公众集会及游行上诉委员会上 主办单位一方表示不同意警方的理由 包括部分参加者可能在特首办外做非法行为 认为这只是警方的揣测 不能够将退保游行与站中或者望角骚乱混为一谈 委员会的主席同意这是揣测 主办一方就说了 终点涉于特首办外有象征的意义 他们也不会在该处集会 只会流水作业式的解散 又提到前年有退保游行都以特首办为终点 甚至有举行集会 警方就代表指出退保具争议性 政府早前的咨询活动有激烈行为出现 主办单位不能够控制哪一类人士会参加游行 而自占领行动之后 集会的风险评估因素也已经不同 美国苹果公司的两款iPhone6产品 被指侵犯内地一间叫做博利公司的外观设计专利 北京市知识产权局上月的10号裁决 下令苹果停售 苹果不服提出了行政的诉讼或者法院的一个受理 产权局就认为了 比对之后两件公司的产品 只有一般消费者难以注意到的微小差异 因此认为两者没有显著区别 落入涉案专利的保护范围 但是苹果就指出了 被控侵权产品与涉案专利存在众多的显著区别 两者不相同也不近似 要求法院撤销命令 好了 关注完要 我们来看一下香港股市今天的一个整体情况 英国突发事件驻大势反弹 昨晚倒指回升了92点 英镑对欧元也是从两个月的低位反弹 港股今早高开了205点 收复了百天线 期后升幅略为收窄 最终是最低就见过了2090点 尾盘再度的一个拉升 最终是收报在了20169点 上涨了131点 升幅达到0.7% 互制造好 国企指数开升了92点 报在了8501点 最终是收报在了8485点 上涨了76点 升幅达到0.9% 主板今天成交了625亿元 人民银行政策研究局局长陆磊就表示了 中国在金融开放方面仍然是处于探索的阶段 外资占国内的市场份额比重仍然是偏低 他说未来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措施就包括了 适时推出深港通 进一步推动资本市场双向有序的开放 支持更多境外的机构在境内发行投资 以及交易人民币的债券 以及境内的企业在外市发人债等等 他就表示了 银行未来会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 待条件成熟时会取消资格以及额度的审批 并将有关的投资便利扩大至境内外所有的合法机构 也会研究建立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境外的投资制度 那么陆雷又说了 人行会继续扩大境外机构投资者的类型 引入更多的中长期投资者 例如资产管理机构 养老基金 慈善基金会 监政基金等等 那么同时也是会简化管理的一个流程 加强是监测 实施宏观的审慎管理 商务部发言人就沈丹阳表示了 5月份的内地对外直接投资达到了876.1亿元人民币 则合约为134.4亿美元 截至5月底 内地对外的非金融内的直接投资 累计达到6.1万亿元人民币 则合约为9365.6亿美元 首5个月的境内投资者共对4136家境外的企业 进行了非金融内的直接投资 累计投资额是达到了4792.6亿元人民币 这合约为735.2亿美元 按年是增长61.9% 他又表示了上个月的全国实际的使用外资金额 达到了567.7亿元人民币 这合约为88.9亿美元 按年是下跌了1% 首5个月的全国实际的使用外资金额 达到了3435.5亿元人民币 这合约为541.9亿美元 按年就上涨了3.8% 他表示中国5月对于美国出口按年下跌6.5% 拖累了7类的整体出口增速达到了1.2个百分点 主要是受到美国市场需求不畅旺 来自于其他内进的经济体的出口竞争 进一步的加剧 IMAX中国以及母公司就宣布了 已经是完成与合作伙伴华人文化成立中国电影基金的正式协议 中国电影基金初期募集5000万美元 约为3.9亿港元 在未来三年共同投资约为15部华语重磅大制作 该基金计划是每部电影投资300万到700万美元 由IMAX华人文化旅登委员会负责管理 IMAX和华人文化目前也在物色其他的投资者 计划进一步的最佳募资的一个金额 外电早前就报道了澳门有博彩中介营运商 上个月仍然在堵桌上使用手机 违反了电话投注的一个禁令 澳门博彩监察协调局就响应指出 澳门政府计划是对博彩的行业违规行为 推出处罚的措施 澳门博彩的监察协调局并表示 将完成补充立法涵盖此前没有涵盖的违规行为 以及其处罚的一些措施 并且是修订过时的法规制定新法规 好了关注到所有要我们来看一则香港的天气预报 限时温度30度 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 天气炎热 有急症的咒语以及雷暴 好今天的新闻数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